今天介绍一种在农村比较常见到的植物 它呢还是很有名的中药材 大家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 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这种植物呢 眼前这个长在路边上开着紫色小花朵的这个 看着很吸引人眼球 它呢也还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 它就是国家要点里头记载的 名叫远智 为远智科远智蜀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开花大概是5到7月间 刚好是夏天的时候 它的花梗比较细长 种状花絮 偏侧生于这个小枝的顶端 花呢是开这种淡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 它的花朵虽然娇小 但是看起来好美啊 猪高大概15到40厘米 金虫生 直立或者是这种斜生呢 叶子是护生的 几乎呢没有饼 叶片呢是这种线形或者是线状披增形呢 它的名字为什么叫远智呢 李时珍呢是这么说的 此草福之能异智强智固有远智之称 它的别名还叫细草 光棍茶细叶远智小草小草根等等 它的根呢比较肥厚为圆柱形 淡黄白色的有少数的侧根 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中草药远智呢 都是它加工好的成品了 也就是它干燥后的根 不过野生呢一般产量不会太多 所以市面上好多呢其实都是人工种植的 远智它的根一定要去腥 这也是它加工成本比较高的一步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卖价不便宜的原因 不过如果你认识它在野外的样子 那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花一分钱了 它比较喜欢生于向阳的实力 或者是沙字的干山坡路盘的呢 它的分布比较广 像河南 山东 安徽 江苏 福建 浙江 江西 东北 华北 以及西北等等 大家平时在野外可曾有见到过这种植物呢 要是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的 欢迎一起来留言探讨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